嘩!嘩! 建筑關山日暉度假村寵物友善房型 因為我要開箱日暉寵物友善的房型 那它是一個十平大的大小 然後進來的話就是會有一個雙人床 然後旁邊就有電視 那兩個大片的玻璃採光 採光還不錯 那我們就走過來看一下 這個房間裡面有附小狗的備品 那包括他會問你小狗的公斤數 然後幫你選一個適應的大小的床 然後會附一個玩具 那這個玩具是空的喔 等一下可以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可是空的玩具喔 會必薄 這也可以帶回家 那小狗他們很舒適 給你 那也有附水碗飼料碗 然後還有附基本的那個 鑰布墊 毛巾 因為等一下外面會介紹那個有小狗的游泳池 還有減便蛋 好 那我們轉個方向來看那個 房間附的備品 那進來的話這邊有一個冰箱 那冰箱裡面的話飲料都可以喝 看起來蠻豐富的 用六罐飲料然後四瓶水 這邊 那有附兩包餅乾 兩碗泡麵 還有茶包跟咖啡 然後還有附兩罐大罐的水 然後有獨立的冷氣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有附一個迎賓的點心 那是食尚的捲餅 這都可以直接吃 然後還有附一個 那是狗狗的點心啦 狗狗的解牙骨 長效型的解牙骨 哇 是狗狗的點心 好 他有附那個狗狗的洗毛巾 總共有四個口味 哇 太棒了 因為等一下狗狗要去游泳 然後進來的時候可以幫他試試看 有薰衣草 檜木 玫瑰 還有白色香的味道的洗毛巾 小狗的東西還蠻多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廁所 進來這邊 是一個拉門 有附潤膚爐 然後可以進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 不是免治的馬桶 進來的話呢 這個淋浴間也是滿寬敞的 然後他現在都是附這種 就是不使用的這種備品 這個是 什麼呢 他現在還是有附那個 梳子 牙刷 牙膏等等 這些都還是有附 這邊等一下我們再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看一下吹風機是哪一排的呢 哇 吹風機附的是菲利浦的 還不錯 還不錯 好 那以上就是這個寵物房型的開箱 我們說什麼 我們去拿去 用來吃 咖啡 有一個 你拿去跟旅行嗎 那你拿去 那我拿去 你拿去 我拿去 那你拿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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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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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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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